为了弥补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财政缺口 行政院上在今天召开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全体会议 规划出售何库金、赵峰金、台积电以及中钢等上市贵公司的股票 并且协调四大基金来进场承接 除了避免大量事股冲击股市 同时也巩固公股的经营权 政府已经多年没有编列事股预算了 这波事股规模之大近年罕见 而协调四大基金股票的承接呢 等于是政府拿股票跟四大基金换现金的方式 更是史上首例